比特币年内破新高 新项目含苞待放 灰度的GBTC折价不断缩小 小牛是真的来了 SEC和灰度再度进行谈判 这是机构资金要进场的前奏吗 中东也不是法外之地 阿联酋开始严管中心化的交易所 地主家也要严打了 币安入局Web3 Wallet赛道 OKX龙头地位会不会保不住呢 辛普森热度没蹭到 利欲熏星 圈钱惹众怒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11月9号星期四 别联合赞 我是Michael 在东京 向大家问好 继续到今天中午12点 比特币出现一波上涨 36500美金是破了今年新高 不过不要高兴太早 我们看一下4小时MCD指标 可以看到MCD表是一个双重被影的形态 这说明价格在上涨的动能上是不够的 那接下来很大可能会出现新一波的回调 但回调能有多少 我们只保留意见 除非比特币这一波的快速涨幅 能够让DIF线快速的拉破305 才能够化解这一波的背离 要不然这一波的上涨空间其实是有限的 那如果价格再次被压下来的话 那么大家一定要上车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级市场上的一些融资情况 那最近呢 以太坊的扩容公司叫StockLabs 完成了550万美元的总资论融资 DeFi的初创公司 Definitiv完成了410万 Web3的电信解决方案提供商 Moflex完成了310万 大家可以看到 随着价格的拉升牛市的到来 项目的融资也是越来越多了 可是在这些热钱融价的背后 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些打着币的旗号 打着公链旗号来割韭菜的资金盘 灰度GBTC的折溢价情况 其实也是市场敏感度的一个关注指标 去年年底呢 GBTC的折价情况最低是折价50% 但是小牛来了 GBTC的折价也开始慢慢减少 特别是在7月份之后 GBTC的折扣开始出现陡峭式的回缩 到目前仅仅只有12.26%的折价了 之所以GBTC会出现折价 是因为灰度比较封闭的生态 加上一级市场没有办法赎回它的份额 所以它的价格波动会非常大 不过好在币价在上涨 加上灰度一直试图把GBTC 换成比特币的现货ETF 最有可能会让GBTC的折价慢慢消失 最终和比特币等价 好 请您点赞 我们马上来关注24小时之内 您必须了解的加密赛道的新闻 今天头条当然是比特币价格 又再次突破了新高 破了36,000的整数关口 这个表现可以说是 让所有的投资产品都汗颜 也让所有的持币者们 现在是非常开心对吧 过去这一个月你什么都不用动 资产上涨30% 大家开始说我们又压对宝了 对 比特币的投资 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其实比特币这一波上涨并不是偶然 大家知道很多的推动因素 就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 以及1月份可能会通过 比特币现货ETF的消息面的利好 那这一波的拉伸 其实和灰度在消息面上 要把GBTC转化为现货ETF密切相关 也是一个明显的走牛信号 就在比特币价格一路飙升的时候 传来了一条重磅消息 SEC竟然和灰度就GBTC 转现货ETF的事情展开了谈判 CoinDesk消息人士表示 自从赢得法庭诉讼以来 灰度一直与SEC的交易和市场部门 以及公司财务部门保持联系 但目前谈判仍处于保密状态 对于和SEC的互动 灰度法务长克雷格·萨尔蒙表示 目前灰度只是专注于 与交易和市场进行建设性的重新接触 并没有详细说明细节 SEC发言人则拒绝对新的谈判发表评论 If you look at the grayscale Bitcoin trust this is the main entity that would face the conversion this is one of the longest standing largest trusts holding Bitcoin in which retail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have been able to gain exposure for many many years now You are looking that discount to net asset value really narrowing here At this very moment It stands at about 24% under its net asset value But that is expected to narrow As they get closer to the ETF conversion which is really become a main thesis for investing in this fund 其实灰度和CoinDesk是同属于 一家母公司的DCG集团 那么这些看来可能有内部消息 确实推动了币价的上涨 但也有人说这是刻意放出来的利好消息 就是为了刺激币价上涨 管它怎么涨上涨就治百病 对吧 随着比特币的强势表现 其他主流货币的表现也非常的强势 在市值前十大的加密货币当中 近24小时涨幅最大的 竟然达到了3.43% 而其中狗狗币和爱达币 是紧随其后的涨幅居高不下 市场分析人士还表示说 这一步的上涨除了DCG的利好之外 很多主流机构开始进入币圈 也是币价的上涨推动因素之一 您觉得呢 我知道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投资人懒到没有冷钱包 都是把大量资产放在交易所当中的 这个当然对于交易来讲是非常方便的 可是对安全性来讲 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因为大多数的中心化的交易所 插针当机不说爆雷跑路的情况 它的风险都是一样的 会想起这轮牛市 大家看到FTX 中币 虎福 JPEX 都在跑路 这么多雪铃的教训 还不能让大家涨点心吗 那交易所的监管 对于中心化的机构的监管 一直都是现在市场上面 大家所期待的 那为了迎合这一趋势呢 香港政府就在JPEX事件之后 加强了警备 对于牌照的发放和上线币种 都做了严格的筛选和规定 那最近呢 阿联酋也开始把监管的枪口 对准了加密货币市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央行 与国家反洗钱 打击资助恐怖主义 和非法组织融资委员会 最近发布了 针对在该国运营的 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的 新联合指南 新的指导方针包括 对管辖范围内 没有适当许可的VESP进行处罚 这些监管机构 发布了一份称为 VESP危险信号的清单 该清单包括 缺乏监管许可 不切实际的承诺 沟通不畅 缺乏监管披露 以及更多可疑指标 在新文件中 央行还指出 没有有效许可证 在阿联酋运营的VESP 将受到民事和刑事处罚 此外该文件还强调 持牌金融机构 指定非金融企业 和持牌VESP 表现出愿意与 无牌VESP打交道的意愿 也将受到执法部门的制裁 所以大家看到 中东特别是迪拜 阿联酋是所有热钱涌入的地方 和10年前相比 中东特别是迪拜的 加密货币的生态 它已经有了质的改变 质的飞跃 以前可能只是一些资金盘 一些骗子项目 全世界的骗子都在迪拜 现在大家看到可以有交易所 可以有基础赛道 可以有社区的运营的人 开始渐渐形成加密的生态 所以现在对于中心怀的机构 管理的严一点 我觉得没啥毛病 币安宣战CFI领域 web3钱包赛道 看来是要重新洗牌了 新普森系列首发地板价一路暴跌 新系列的NFT怕是真的要凉凉了 CFI和DeFi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金融模式 CFI是由中心化的机构来管理运营的 包括各种交易平台借贷平台 而DeFi完全的去中心化的模式 完全通过智能合约区块链技术 来保持它的竞争优势 随着现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资产将来都会被代币化 所以这些代币化的资产 需要一个安全的便捷存储的 而且可以交易的一个平台 所以去中心化钱包的出现 就正好满足了市场的这一需求 币安最近进行了一次非常引人注目的更新 要推出web3钱包了 对多数用户而言 Web3相当复杂 币安的web3钱包是币安APP内建的 自我托管加密货币钱包 从设计上是以用户体验为第一优先 目标是改善web3可及性 让用户更容易上手 用户现在可透过安全的简化流程 以最佳价格横跨多种网络 交换上千种代币 探索多种DAPP 在交易所与钱包之间快速转账资金 利用加密货币赚取收益等 全都可在单一可靠的钱包内完成 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就认为 web3钱包不仅能存储数位资产 更是web3架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赋予个人达成金融自主性 而与赵长鹏有着同样看法的 还有OKX的创始人徐明星 其实在去中心化钱包这个赛道上 OK是遥遥领先于币安的 web3钱包在BRC20交易代币当中 占据了一个非常领先的地位 到目前为止 OK的钱包比特币的Odinus交易占了72% 而第二名Uniset只占了21% 而币安能不能后来居上 从币安的用户基数来看 是非常有潜力和可能性的 而币安的加入意味着web3钱包赛道的 王者地位将面临重新洗牌的局面 那到时候谁会领先市场 将会成为一大看点 总的来说 币安web3钱包和C5 DeFi的融合 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 也说明交易所的竞争迎来了新的焦点 我们来看一下意大利 有一位非常热衷于新普森画风的 艺术家叫索诺罗 他发布了一个非光帆的新普森NFT项目 取了个名叫Springfield Punks 一时间在NFT社区是引发了话题和讨论的 他采用了免费铸造的方式 所以他的地板价在很短时间 就飙升到了0.4个以太坊 从11月6号开始 两天不到的时间 交易量突破了1800枚以太坊 所以趁着这股市场的热潮 索诺罗再度发布了新系列的NFT 不过这次发售却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 艺术家索诺罗发布的第二系列NFT项目 叫做Springfield Punks Three Hearts of Hero 其中设定的背景即是为了致敬辛普森动画中 恐怖树屋的年度万圣节系列动画 但是在整体NFT市场交易量冷清的时候 索诺罗将第二系列作品总量提升到1万个 发售价格也从免费铸造上升到0.03ETH 更夸张的是原先持有者免费铸造新系列的时间 仅有15分钟 这种利益导向的销售手段 也让新系列作品仅仅被铸造了1,005个 低迷的流动性也让持有者购买后立即抛售 地板价甚至一度跌破0.03ETH 其实索诺罗的计划当中 近期是要发币的 还要发个叫Do Not的一个币 虽然说代币的细节还没有公开 不过现在社群对于它的声讨是一浪高过一浪 都认为它在不到两天时间一连串的销售行为 是想靠着热度来圈钱 很多人建议说应该把第二系列的总量降低一点 或者价格再低一些 否则很容易发售失败 那么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 首发系列的Spring Fieldpunk的地板价值一路怒跌 从当前的0.35个以太坊崩跌到了0.05个以太坊 跌幅到达85% Spring Fieldpunk它的项目未来如何 一切就要看它的操盘手该怎么决定了 最新数据显示比特币NFT协议Organist 明文铸造的累计费用收入达2256.5094BTC 约合8102万5258美元 ETC Cooperative执行董事鲍博·萨姆威尔发推表示 GIS V1.12.15版本中出现失误 Spring Fieldpunk没有在Modder测试网上正确激活 目前已通过发布紧急补丁解决这个问题 Block Squad实力尚未升级 但很快就会恢复 美国SEC主席加里根斯勒在华盛顿特区金融科技周期间表示 如果FTX新领导层对法律有清晰的了解 在法律范围内重启FTX是可能的 比特币ATM提供商Asena和Genesis Coin今天宣布 他们将在下个月底前 在厄瓜多尔的100台机器上安装这项技术 其余的机器将在2024年第一季度安装这项技术 闪电网络是一个第二层解决方案 位于主要比特币网络之上 允许用户快速且廉价的发送和接收加密货币 去中心化交易所活动在10月份迎来了激增 增长超过32% 达到399.8亿美元 DEX交易量的势头在11月份保持一致 仅上周就达到了150亿美元的交易额 好再给大家讲一个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 币圈的小故事 比特币在当生初期呢 曾经面临过很多次生死存亡的光剑时刻 曾经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呢 就是一个叫做比尔的社区成员 他发现比特币在挖矿的初期 它的代码当中有漏洞 不但可以免费多拿的更多比特币 而且可以反过来攻击整个比特币网络 但是比尔并没有用他的漏洞来蒙取私利 而是把这个漏洞提交给社区 快速的对代码进行了更新和迭代 所以比尔也受邀成为了比特币核心的开发者之一 有人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为了自己的理想 比特币开发者理想是什么呢 理想就是有一天能够取代千疮百孔的传统的金融系统 所以大家看到比特币的矿工也好 开发者也好 持币者也好 其实大家心中都有那一个理想 不是吗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给我们点赞或者转发 在这个链接当中 您看到所有的会员的权益 我们希望和你一起在牛市当中保持冷静 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